8月9日是中国半导体产业极致命成悲的日子,这一天,经过数十年的高端生产技术,被中芯国际一直开爆空看书纹膜,14纳米FinFIT技术已导入客户,短短几行所得彻底解放。 第一代FinFIT技术研发已进入客户导入阶段,也就意味着量产在即,这对于中芯国际,甚至整个中国半导体而言,都是一个足以令人欣喜若狂的历史性事件。 中芯国际是中国大陆大的晶圆代工厂,根据集邦咨询其下它普产业研究院数据,中芯国际在2018年上半年,全球全十大晶圆代工业者排名中位列第五,从排名上看似乎并不算太差。 然而在制程工艺方面,中芯国际远落后于排在其前面的台积电,革新,联点和三星几家厂商,从时间查看,台积电,三星均立在2015年量产,14纳米16纳米制程,革新,联点,年2017年量产14纳米制程,中芯国际14纳米制程落后台积电,三星至少超过三年半,落后革新,联点几点, 从新进制程看,目前台积电7纳米制程已开始放量,预计今年第四季度营收占比可达20%,革新7纳米制程将于今年年底推出,2019年大规模量产,三星已已完成了7纳米制程工艺开发,中芯国际落后不止一个世代,而中芯国际客量产的最先进制程为28纳米。 这也是目前大陆晶圆代工厂的最先进制程,大陆业业业均期待,至中芯国际,能早日调查14纳米制程,以提升大陆晶圆代工整体水平。 为了追赶落差,2017年10月中芯国际也来在新集台积电前高管梁梦松,来担任联席首席执行官。 在外界看来,梁梦松加入中芯国际后的最大任务,就是助力14纳米制程以下先进制程为研发量产。 DUF据悉,梁梦松上任后,进行了一系列调整,加强研发队伍建设,强化责任制,调整更新14纳米FinFIT规划,将3FinFIT工艺锁定在高性能运算,低功耗芯片应用等。 在梁梦松和赵海军双CEO的带领下,中芯国际在14纳米制程研发上,开始加大油门往前冲。 在2017年第四季度爆中,中芯国际表示14纳米研发进程进展顺利,预计将在2019年上半年量产14纳米FinFIT工艺技术,比原先预期提前的半年。 2018年1月底,中芯国际旗下微配合14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建设的12英寸金圆长中芯南方已增资阔股。 中芯国际联同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和上海集成电路基金共投资102.4亿美元,已加快14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研发和量产计划。 中芯南方预期于2018年度完成厂房建设和无城市装修,目标月产能达3.5万片,预计在2019年上半年投产。 2018年6月中旬,业界传出消息,中芯国际14纳米FinFIT制程,已接近研发完成阶段,其实产的良率已达95%,力量产目标又进一步。 如今,中芯国际官方证实,14纳米FinFIT制程进入客户导入阶段,正无疑为中国晶圆代工业打了一针强心计,代表着中芯国际及大陆晶圆代工水平与国际水平进一步拉近。 中芯国际成功研发14纳米并进入生产后,将成为中国自主研发的最高端工艺技术。 以全球半导体技术阵营的角度来看,中芯还将用力追赶连电,给对方不小压力。 加上连电也计划到上海A股进行上市,未来彼此交锋的几率只会多,不会少。 中芯国际身为国内半导体生产制造的领头羊。 经历上一任首席执行官邱慈云协助公司将营域结构大改造后,现在的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和赵海军,一人负责高端技术研发,另一人负责生产制造的管理。 协力让中芯国际突破高端技术的研发和生产瓶颈。 梁孟松和赵海军双双表示,中芯正处于国度时期,在推进技术、建立平台和构筑合作关系上,已经看到令人鼓舞的初步进展。 同时,中芯今年会朝着高个位数能营收成长迈进。 中芯国际在14纳米电定机时后,公司指出下一步是推进第二代的公益技术,以追求更好的匹配。 业界期待,梁孟松加入后的中芯国际,在高端技术上会快速推进。 14纳米FinFIT只是第一步,极可能在2019年,就会紧接着推出第二代的FinFIT技术, 其因为台积电,三星都已进入7纳米工艺,为此,第二代,FinFIT可能会定调为一个全新的制程技术。 例如8纳米或19纳米工艺节点,跳过传统渐渐时,纳米的命名,也作为和其纳米工艺之间的区隔。 恭喜中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我保证中芯,不要适 enem Stop!